网友分析的为什么内玉出现不了第二个TFBOYS的原因 一 音乐台倒闭 流量市场饱和 粉丝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把爱豆直接送到大众面前 非要舞的辉煌不可复制 二 TF出道前差一个舞单 王瑞恰好找到了千玺 而千玺待的之前就接触过许多央霸的员 出道时遇到寒流大事 内玉恰好需要输出属于我们的偶像 其中还有一位是同小就在央霸上节目的孩子 一切水到渠成 三 TF出道拼地位的那几年 内玉爱豆并没有这么激烈的竞争 就算消失几个月回去学习 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四 三个非常幸运一直保持延迟在线 因为养成系最害怕的就是长残 五 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 还有很多天时地利 时代风俊的定位青少年偶像 正能量偶像 如果他们像很多爱豆一样的走寒流风 那可能被央霸选中的也不是他们